哈利利亚 奉主书圣明 我们下午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早上的主题 哈利利亚 名字是尚佛安威佛 今天晚上我们在祈祢 我们 beschäftigen uns mit demselben Thema 我们知道这个撒迦利亚书从第九章之后 就是在预言着新约 预言着我们 从第九章之后的《Zachariah》 它是一个庙的庙的庙章 我们现在的开始点在哪里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过的 《施洗约翰》准备 那今天呢 我们一看就知道 就是主耶稣在那个 来到了 主耶稣降生 然后进入到耶路撒冷 这个我们看那个 《约翰福音》了 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中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赫萨纳奉主民来的以色列王》 应该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旅居就骑上 如今上所记载的 《西安的民啊》 不要惹怕 你们都忘记着离居来啦 这些是门徒 这些是我们今天早上有看到的 《约翰纳奉主》的第九章第九节 《约翰纳奉主民来的以色列王》 就是主耶稣来啦 《约翰纳奉主民来的以色列王》 《新约的开始》 《起源于新约的以色列王》 这个国度呢 它的权柄要从海到海 大河到地级 它最主要是雪的岳 这是一个 血的瘟呢 und den Blutbund den Jesus aufgerichtet hat 寄进 我们的罪 mit seinem Blut hat er unsere Sünden abgewaschen 我们穿 替代基督 穿着 耶稣的 宫 hat uns ein neues Gewand gegeben mit ihm können wir Gerechtigkeit anziehen 并且 在 正餐的时候 我们喝 他的血 im Abendmahl haben wir teil trinken wir sein Blut 所以 这个 跟我们 整个的信仰 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早上 我们讲到 就是 他会把 从 无水中 坑中的人 救出来 今天早上 haben wir über den Vers gesprochen dass er die Gefangenen aus der Grube in der kein Wasser ist befreien wird 来 我们看 12节 wir lesen Zechariah Kapitel 9 Vers 12 在这里 是说 你们 被求 有 指望 的人 都要 转回 保障 我 今日 说明 我 必 加倍 赐福 给你们 Vers 12 Am Am Anfang der zweite Teil hast du den Krieg verloren 我 说 那些 奴隶 怎么来的 Damals woher kamen die Sklaven 就是 两国 打 这边 所有的人 wenn zwei länder Krieg führten dann hat das land oder der staat der verloren hat da wurden die Bürger versklavt 打 圣 的人 每家 分 一个 或是 分 两个 或是 分 三个 die sieger vielleicht hat ihre Familie oder jeder Bürger ein oder zwei Sklaven bekommen 那 一般 来 讲 你被 辱了 就没有 希望 了 wenn man gefangen genommen wird oder ins exil gebracht wird dann ist man ohne Hoffnung 你是 别 人家 的 好像 古代 的 一只 鸡 一只 狗 als Sklave zählte man so viel wie das haustier des herren 不说 养鸡 是 有什么 打 吃 打 damals hat man hühner gehalten um sie zu schlachten und zu essen 所以 被辱 的人 是 没有 希望 的 就是 没有 明天 你就 随便 人家 怎么样 und so ging es auch einem wenn man gefangen genommen worden ist man gehörte einem andern und man wusste nicht was am nächsten ein paar Tage schien wird hier das ist eine Ankündigung die ihr gefangen liegt aber auf Hoffnung was 不是 非常 现在 不是 很 力 有一点 忘记 德文 有一个 词 就是说 直直的 左转弯 那个 他们在 讲话 是 不开口的 沉默的 讲得很 大声 你会吧 你讲一下 这两个词是怎么样 相对的 把两个相对的词 并在一起 如果用康德的话来讲就是 惡律被烦 这个是没有办法 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被虏又有指望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 被虏又指望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他把它放在一个平面 正常的情况 这两个如果 碰在一起 会怎么样 因为 这两个词 叫修道 常常的 如果这两个词 有关系 有关系 就会有关系 有关系 但是不会的 那是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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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都要转回保障 要转回 如果你把这两个对立的 放在一个平面 就完蛋了 但现在不是 你要转回 你转回呢 转到哪里去 转到保障里面去 这个保障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过 圣经里面的保障 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比如说 圣经很多就是人的保障 比如说 Tyrus和 Sidon 是一发人的保障 Ephraim 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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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强人 可以当保障 但是在这个 人的保障之外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神就是保障 但是 人的这个保障 其实在圣经里面 是不是非常多的 就是跟人的保障 比起来 是差了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个就好了 我们看 耶利米书16章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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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保障 在苦难之日 是我的避难所 列国人 必从 避急来到你这里 说 我们列主所承受的 不过是虚假 是虚空无益之物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保障 不只是给 以色列百姓 不是给万民的 sondern 给神的百姓 并且 给列国的人 但也为了 地级 地级啊 刚刚我们看到的 那个 撒西亚利亚书的 这个应许 他的掌权到地级啊 如是在宣传上的 在宣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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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被掌的 有指望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要回转 因为你要回转 这个回转很重要 让我们想到 那个五星节 就是圣灵降的那一天 是一天 又是一天 在宣传上的 就在宣传上的 玻璃圆 宣传上的 宣传上的 全 耶路上人 人 人 的人 跑来看 到底这是什么 是什么 这些人有的认为他们喝醉酒 有的呢就感谢神了 然后呢 彼得就开始讲一篇道理 彼得的讲的话带着神的能力 他的话好像神的剑一样 他的话好像神的剑一样 然后赐入当事人的心 他们问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从各国来的人 怎么办 就怎么说 我像这里所讲的 转回 当然中文版换成悔改 个人要悔改 所以什么叫悔改 悔改其实只是转回 每一个时候都是转回 你转回的时候转到哪里去 转到保障里面去 耶稣就是我们的保障 耶稣就是我们的保障 等一下应该唱那个什么 耶稣是我兼顾保障 你现在心里就要这个歌词在转了 所以这个耶稣是我们兼顾的保障 耶稣是我们的保障 他绝对不会动摇的 他不会动摇的 所以那个被辱有指望的人 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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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被辱有很多层面 gefangen zu sein 能够有很多层面 最不好的就是被罪 最不好的就是被罪 那是耶稣的保障 我们释放了 但是我们还活在世上 这个世界也会 好像一个 监老或监住人 这个世界也会像一个 那我们要出来 那最后是什么 你会死的这个身体 这个我们刚开始不会 就是你信主之后 得到拯救了 但是慢慢你在生活里面 你的心灵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来看保罗 这是所谓的生存的 存在性的一个苦难 或是存在性的 一个探讯 这是罗马书的八章 这是罗马书的八章 18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 你讲最好 你说了什么呢 苦楚苦什么 我们可以问我们 他的苦楚是现在 他的苦楚是现在 这个不是说他犯罪 或是生病 这个苦楚是你只要是一个受造之物 就会有 但是这个受造之物 但是这个受造之物 伤在虚空之下 就是这个苦楚 这个苦楚 在更讲详细就二十一节 更明显 更明显 就是说 受造之物的苦在哪里呢 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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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父母主要是 知道罗马书 có 但是就是 steering 就是地质护 那第二 flower 二十二节 竖二十二节 detto喜欢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我 一同老苦 wenig知 all如今 少说 那我们知道 这个eton 这次受着 散 Adjust 我们 FaZe 可能只有外地 zeg 宽 那想 out 说不定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到属灵地 我们看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 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冥魂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署 第23 nicht allein aber sie sondern auch wir selbst die wir den Geist als Erstlingsgabe haben seufzen in uns selbst und sehnen uns nach der Kindschaft der Erlösung unseres Leibes 身体得署 就是真正得到儿子的冥分 我们洗礼 以去我们的罪 wir werden getauft und in der Taufe werden unsere Sünden abgewaschen 我们被称 wir werden gerecht gemacht 我们有儿子的名分 wir haben den Status als Kind Gottes 但是真正得到 是在身体得署的时候 aber wir werden es nur erst dann vollkommen erhalten wenn unsere Leibes erlöst werden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我们是得救的 sind wir gerettet 但是我们又在 被败坏的身体里面 und dennoch sind wir noch in vergänglichen Leibern 所以 这个 从宝来讲的话 他常常在这个 两难之间 und Paulus befindet sich oft in dem Konflikt zwischen diesen zwei Polen 但是他一感谢神 这就超过 aber er dank Gott und dann ist er in der Lage das zu überwinden 因为他知道 神的旨意 denn er kennt den Willen Gottes 好 那所以 我们继续再回来看 这个 我们的撒加利亚书 kommen wir wieder zurück zu unserem Zachary 无论我们在 每一种的 那个 什么 被求 的情况之下 egal in welcher hinsicht wir noch gefangen sind 不要忘记 转回来 lasst uns daran festhalten dass wir umkehren dürfen 进到 耶稣里面 und ein gang finden in Jesus Christus 在基督里 in Jesus 你什么都可以解决 这 ist alles es findet sich eine Lösung für alles 因为 整个的救赎 计划 执行 都在 耶稣基督里 denn der gesamte heilsplan findet seine vollkommen vollkommenheit in Jesus 所以 回转 进不到 保障 deswegen lasst uns umkehren und in die feste Stadt einziehen 接下来说 我今日 说明 in Vers 12 steht weiter denn heute verkündige ich 对 今日 在圣经 里面 今日 就是 这个是 每个时代 每个时候 的今日 每个时代 每个时代 今天 就是 每个时代 每一次都是新的 你明天再来念这一节也是今日 你的儿子念你是今日 你儿子永乐会认识说今日的时候 可能在两三年三四年的时候不定 他念的时候跟你他的老爸 在两三年前听到的今日是同样的今日 你一直存在信的一个希望 这个是神的宣告 今日我说明了 然后呢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神的加倍的祝福 神的祝福已经是过美了 并且神的祝福已经是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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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的了 但是神还要加倍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 这也是在讲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看61章第一节 祝福神的灵在我身上 因主用高告我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在前我依好伤心的人报告 被辱的得释放 被求的出监牢 这个主耶稣一出来讲到 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你看到他第一次进入到会堂 他就念这一节了 念完之后 他说今天已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 我就是这个 那他做什么 从61章一到三节 很多 那我们看第七节 这边说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 代替所受的羞耻 分中所得的乐意 必代替所受的凌路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两次的双倍 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 不只是门福 并且是加倍的福气 这是每个时代都一样的 这在每个时代都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回来我们的加拿大 在那个撒迦利亚书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赛亚书 13章 13章 你这些人就是 回到神的保障这里来了 被释放了 神就用你成为他的器皿 第13章 第13章 Bachaiya Kapitel 13 Bachaiya Kapitel 9 Vers 13 我拿 由大做上玄的功 我拿 我拿 伊法人为张公的剑 这是南由大 被伊法人 是的 比赛人 比赛人 普通都是对抗的 这些人 他们词 他们都是兄弟 他们是一家 经自成为的 家庭 后来 分裂 一分裂 合不来 但是在神的手中 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不是 那个圣经已经讲了 就是以法人的战车 没有了 那个耶路撒冷就是犹大的战马 也都消灭了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伤害的东西不在了 人没有办法的 人没有办法做的 只有神才有办法 我们每个人都拿着小小自己的 都拿着小小小的东西 对 小朋友拿着什么 汤子啊 古时候的事情 但在这里呢 犹大在神的手中 以法人在神的手中 其实在古时候这两个都很强的 但是那神把它配合在一起 犹大做上旋的功 然后呢 以法人为张公的剑 这功跟剑就要合在一起了 而有功没有剑 要用啊 你拿一个功 你拿一个剑 这种事啊 这个不是他的目的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 最厉害的就是可以 你还没有碰到敌人就可以把敌人打死了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从从那射手的伤害 那是杰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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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轮路 这真的两边是杰弹 那是杰弹 所以如果是几个人来临 那是杰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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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个中东战争 那个两核流行 跟那个伊拉克打仗 那是杰弹 美國不是後來打贏了嗎 剛開始他們怎麼打 他們派軍艦 派那個船 他們派到海海 然後呢 弓箭 他從那個船上發射 他們把飛彈 放到那个太空 然后呢 一个手 这个弓箭在这里只是有象征性的 所以在当时最有利的 那个武器 所以在起书里面 开第一印的时候 起书是七个印嘛 第一个印出来的时候 白马出来 他手里拿着什么 这个拳 这是最有力的 力气 最厉害的 那个武器 那犹大跟这个以法人 配的刚好 一个是弓 但是这个弓 你弓放在哪里 没有用啊 你把一个弓放这里 把一个键放这里 没有用啊 要用一定有一个弓箭手 所以是弓箭手 谁是弓箭手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神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以赛亚书 四十九章 这个可以讲耶稣 也可以讲我们每个人 第二节 以赛亚书 四十九章 他使我的口快如道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魔量的剑 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 你若只读到 只读一半 那就不好了 你说神让我的口 好像快到 那你感谢主 你就乱看 那我只想读一半 那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 我们讲的话有时候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你这个刀在哪里 刀不在你的手里 是藏在他的手印之下 藏在神的手中 在他的手中 在他的手中 神用你 神用你 是便宜 当然这个就是 像那个尤大叔所讲的 为真理 吉利 正辩 那你又好像磨亮的剑 但是呢 是藏在他的 这个剑是射剑那个剑 是藏在神的剑袋当中 这个剑是藏在神的剑袋当中 神要用财 你才有用 所以 尤大公 以法连剑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什么 刚刚不是 我们看到的战车也没有了 征战的战马也没有了 功也都消灭了 并且像列国说和平 并且神要掌权 从这海到那海 从大河到地极 那现在呢 神又把犹大 让他成功 以法连成剑 并且呢 使他们如勇士 好像刀 并且要激发他们 做什么 为什么 攻击 西亚 在历史上 攻击 这就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20多 连书 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十八节 这里所讲的 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争吵 也不是你有你的思想 我有思想 两个在边辩论 也不是你是直直的想 或是歪歪的 边边的想 那我们看十八节 就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有关十字架道理的 在十字架道理就分成两种人 对灭亡的人来讲 为宇宙 这些灭亡的人 他们可能是 等一下我们看 他们是很聪明的 很有智慧的 但是他们看十字架道理 这个道理是笨拙的 但是对得救人来讲 这十字架道理是神的大能 19节 这个神的秘密 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神要媚觉 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这三种人是在当时 社会最高级的 神岂不是叫 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瑜伽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能是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瑜伽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智慧跟瑜伽 交叉的 智慧人变瑜伽 被看瑜伽的 变成智慧 我们看22节 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犹太人是要神机 他们是看神机的 那希腊人呢 有智慧 无论在哪里 在中国 在非洲 在德国 在美国 你讲到哲学 wenn man über die Philosophie spricht 哲学是什么 was ist die Philosophie 哲学就是 Philos 那个什么 Sophia Philosophie 就是 Philos hier 就是 爱 智慧 die Liebe zur Wahrheit zur Weisheit 那你 什么是哲学家 er ist also ein Philosoph 就是爱智慧的人 ist ein Mensch der die Weisheit liebt 这个词从哪里来 wo kommt dieser Begriff her 无论你世界哪里跑 这个词一定 你如果上学 老师会告诉你说 希腊文来 就是希腊人 求智慧 denn die Griechen fragen nach Weisheit 大家联合书所讲的 das was in Zachariah steht 在这里 保罗就 经验了 wo es war geworden zu Paulus Zeiten 我们看 二十三节 wir lesen 1. Korinther 1.23 保罗说 我们是传十字架的基督 这个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是绊脚石 在外邦人 就是所谓的希腊人 是瑜伽 24节 但那在门招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尼人 基督总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25节 因为神的宇宙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24和25 所以在 在赛亚里亚书这里告诉我们 当我们信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 当我们经过 血的约之后 当我们经过血的约之后 当我们经过血的约之后 我们每个人要成为 神所中的 天 每个人都要成为神的 我们是神的 我们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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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用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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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首 让我们终于聪明 Lubke Sang 465